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個海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旁邊這個很壯闊 好漂亮 現在差不多快繞了這個地方一圈 那我們現在上來這個是 舊的砲台的那個部分 它的層體的結構都還蠻明顯的 這個是砲台以前的砲台 好 那我們現在上來到這個貝殼館 貝殼館是大概20 有沒有很多貝殼啊 你看 對啊 貝殼 全部都是30塊 全部都是30塊 但是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天使喲 好多貧殼 我好多貧殼 我好多貧殼哦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走過來的貝殼展覽館 然後後面這裡有一個 這個海邊嘛,騎經的海邊 然後那邊就是我們早上住的那邊 蠻近的,如果沿著海岸的自行車道走過來 其實還蠻順暢的 我們是因為沒有租腳踏車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車過來 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然後後面就是彩虹教堂 我們現在到這個大貝殼 大貝殼的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這個 金光閃閃的 因為很多人在排隊拍照 特別的一顆貝殼 這麼大一顆 就在海邊 好棒好棒 我老婆力量越來越大 現在來到的是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它剛好餵魚就在這個騎經港的旁邊 所以你看這邊都是船 好多漁船 服務台 哦,服務台那邊 好,謝謝 經典船舶特殘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第二展覽館 第二展覽館的話就 直直走 走在這個很像碼頭 又很像船艙的感覺 其實還蠻特別的 哦,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力量這麼大 網子啊,你就拿不出來了啊 對不對 怎麼辦 就是用這個網子抓魚的啊 魚就在裡面就出不來了 你看我們剛剛還有看一個3D的影片 是一個講一個水帕的故事 還蠻有趣的啦 然後這個可以直接往後面二樓 它二樓其實跟第二展覽館那邊是有一個小樓梯啦 不過因為我們 推車不好走 所以我們就走這個 無障礙的步道 這上面景色其實還不錯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旁邊 都是船啊 v行拍攝館 啊啊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